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晴他太太韩晓鲁 写了长篇文章 在网络上大家可以看到 谈到当年 唐博乔和他当时的太太找到他 让他为唐博乔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读书的学生贷款做担保人 当时唐博乔太太弗莱特斯说 他自己已经在法学院什么学院有学生贷款 所以不能给唐博乔做担保人了 要找另外一个担保人 所以请他提供担保 他不情愿 但是他们欺骗了他 说刘卿已经同意了 实际上后来从唐博乔写的文章说 刘卿当时就不同意 他们找了刘卿 刘卿就说我们家我太太做主了 整个就推掉了 而且刘卿认为他们已经听懂他的意思 就是不同意 结果他们趁刘卿不在家 找了刘卿太太韩晓鲁 而且当场就让他们签那手续 英文的 韩晓荣又在不懂英文 当场要签 而且说我们这个事什么事没有 你就在这就在这就签个名字 啥事没有 什么负担没有 什么麻烦没有 什么也没有 就签个字 完事了 韩晓荣摸不开情面 中国人那个拉不开情面 再一个 因为当时 唐卿乔的太太 弗莱斯特已经是毕业了 做一个助理检察官什么 大家知道助理检察官收入还可以的 所以相信了 而觉得他人可能他太太人也不错 就最后各种原因就签了 不情愿的签了 结果给他带来麻烦 大家看上网打 韩晓荣 唐博侨 韩晓荣这篇文章就出来了 写的非常详细 我都在这里不多说 韩晓荣觉得这被上当了 不该做这个事情 因为说 最后唐博侨不交那个学生贷款了 结果银行找了这个追款公司 追款公司追到韩晓荣去了 趁天打电话 几乎两天就来个电话 那么来电话追款 韩晓荣是在美国邮局 这个做夜班的 你说白天刚休息就来电话 追款 那韩晓荣找唐博侨多少次了 这个钱 找了还上一次 然后下次就不还了 最后 韩晓荣没办法了 自己替他还了 还了是560多块 韩晓荣文章说 你不还自己信用破产呢 为什么 他已经信用出问题了 他去贷款买房子 人家不给贷款了 说你的信用问题 你那个贷款没还上 你担保了 担保那个人 被担保人不交 就得你交 听我的视频的人 你要记住 不能随便给人出了担保手续 尤其碰上唐博侨 你就倒大没了 你说有像唐博侨这么干的吗 你原来承诺的 不给人带来任何麻烦呢 你带来这么多麻烦 交付款了 你得想法解决啊 怎么能不管了呢 到人自己写文章了呢 起码我可能阅读有限 我没看到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 中国人做这种缺德的事情 唐博侨怎么做的 正常应该去道歉 赶快还钱 多少钱你知道吗 朋友们 一个月需要还140多块 100多块钱 你说随便打一份工 再打个餐馆一个月的有2000块钱吗 你得剩下个200300个 唐博侨不能找份活吗 不能把人家钱还上吗 让人这么担惊受怕 让人这么愤怒 让人这么烦恼 唐博侨写一篇文章 大家上网可以看到 你打上唐博侨 韩晓荣 看到唐博侨那篇文章 辩护的 完全没有道理 而是说银行的欠款就可以 就可以赖掉 不管了 就可以不还钱 告诉韩晓荣 你可把电话关掉 不lock掉 不理睬他 像我一样 可以这么做吗 朋友们呢 如果都这么做 银行贷款 你就赖账不还了 那美国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还能运作了吗 第二个 你愿意自己这么做 做欺骗银行 自己不服人 耍无赖 那你让韩晓荣 也跟你一起做 那自己他不是credit 破坏了吗 他还怎么贷款 信誉credit 在美国多么重要啊 而且那文章 我看了 说老话真是 为了做这个节目 我再看一遍 愤怒 唐博侨居然说 那川普啊 大生意人呢 有多少次贷款呢 破产了 你能说他道德败坏吗 因为川普当年破产了 自己的生意破产了 自己credit破产了 是他自己啊 他没有找别人担保啊 你连累了别人呢 你说这种类比 可以成立吗 可以成立吗 你说这个唐博侨 回应的文章 这么一大胆子 写这么长 洋洋洒洒 那就不讲理了嘛 有这么做的吗 你们都找不着这个 而且继续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做事得有规矩啊 我们俩就是我跟那个韩晓荣啊 你帮我担保 什么规矩呢 我的欠款 什么是还 应该由我自己的决定 我自有安排 除非你韩晓荣 你想帮助我 不需要我偿还他的钱 那另当别论 你说这不无赖吗 你欠款什么是还 你有安排 那不是让人家担保吗 而且居然说 那你除非你想帮忙 那你就还吧 而且韩晓荣文章 亲自书写道 学生贷款的事 你唐宝乔已经明确告诉我 你不会还了 所以才会写出来 你找你你不见 打电话不接 就不管了 你让别人担保人怎么办呢 可以这么做事情吗 韩晓文章 这哪一年写的 2010年 7年前 现在怎么样了 我想找一下当事人 这钱最后怎么样了 当事人不敢说话 因为他现在这个款 还没还完呢 经过后来 我通过其他渠道了解 唐木桥后来 自己还款了 尤其到了西部了 现在后来有了新的婚姻 经济条件改善了 确实开始还自己钱了 不再让银行 注意这个韩晓荣了 包括原来韩晓荣 替他付那个钱 他也给韩晓荣还上了 他说不错还上了 但是现在 这个当事人都不敢谈这事情 为什么 现在这个学生担保 还在进行呢 还有几千块钱 没还完呢 不敢说啊 不敢得罪 唐木桥啊 你得罪了 他明天又不付了 你怎么办呢 这怎么变成一个 就像孙永坤的紧箍座 估在人头上了吗 多少年了朋友们 到今年 唐木桥的一万多块钱的贷款 已经十五年了 十五年一万多块钱 那些支持唐木桥的朋友们 你们想一个道理 唐木桥的太太既然说 你现在年薪可以一个月一年收入二十万 不能把他钱就几千块 就一次还掉吗 现在剩了三四千块钱 那是你家二十万的多少分之一 就还掉吗 让那个担保人不再担心 不再提心吊胆 不再不敢说话吗 大家说说 可以这样做事情吗 唐木桥的太太 你不强调 名吗 名声吗 门面吗 尊严吗 这六个字能不能衡量一下唐木桥啊 我就拜托你了 唐太太 你能不能把韩小荣的贷款 全部一次给人还上 不要再让人家十五年了 朋友们 不要再让人家担心受怕了吧 十五年了 折磨人十五年了 现在他的账面还有三千多 唐木桥的贷款没还呢 能不能一次给人交上啊 你不有二十万吗 谢谢大家